法生论师他所流传的 法生论师所讲的 而引申出来这个道理的 所以因此 观带与一所一事 说法之身与说有法之身的体性 是有可安利的 是什么 我们说观带一件事情 这观带一件事情 大家以后可以想法是什么 就把它套例子进去 比如说用这边来讲是四地 我刚刚举的例子是用声音 那以声音来讲 以观带声音来讲的话 说以他作为所依靠的点 而说的诠释有法的声音来讲也好 也诠释法的声音来讲的话 实际上它是什么呢 它所要诠释的东西是没有差别 对不对 它所要诠释的东西是没有差别 可是以谁作为主角就有差别了 如果我观带的四地 而所诠释出来的声音是 有法的声音或者主体的声音呢 是什么 我是以四地作为主角 以它的特征作为它的特 以它的特征或者以它的差别 作为它的所辅助的吗 那可是如果我说 以观带四地 而诠释的 法的声音 是什么 是以它的四地的差别作为主角 四地作为它的差别而作为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听懂 我说一般来讲四地是主体 它是主要的 它的特征是差别 可是以四地作为观带 所谓的诠释有法跟诠释法的声音 差别是什么呢 诠释法的声音的时候是什么 是以法作为主角 以它属于谁 或它的特征是谁呢 是四地的 这样一个声音是什么呢 它就有排解 或者去除断除的这种特征了 因为它什么 它是以这个特征作为主角的时候呢 它说它不属于任何别的特 它不属于是任何一个别的特征 它只是属于四地的特征了 那我反过来说什么 四地是无常 或者四地 苦地是无常 苦地是苦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 我是以四地作为 诠释有法的声音 这个时候呢 它是什么 它没有排除别的 它只是说苦地是苦 苦地是无常 它没有要排除别的 它没有 当我说苦地是苦 苦地是无常 我没有排除说 瓶子也是无常 柱子也是无常 我没有任何的排除 它只是说 只有在诠释说 苦地就是苦 苦地是无常 可是如果说什么 苦地的苦 苦地的无常的时候呢 这就已经在排除别的东西了 它就说 这个无常 这个苦 只属于苦地的了 它不属于瓶子 不属于柱子 不属于你 不属于我的这个来讲 它是有排除的 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 诠释同一件事情 和它以谁为主角 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为什么 花这么多的力气在讲 因为我以前 自己在这个时候 每次听到说什么 诠释有法的声音 诠释法的声音 我常常搞错 诠释法 我就认为说是 什么叫做诠释有法 诠释法 还是什么 依靠仪式而诠释 所以依靠仪式是 刚刚我讲的 它跟有法 有跟有法 没什么关系 是我以一个特点 像我们这边讲 以释帝 释帝而观带的 诠释有法的声音 是什么 就是以释帝作为主角 对不对 诠释有法的声音 是以释帝作为主角 它属于 它是什么的特征 那以释帝为我们所依据 说诠释 释帝的 法的声音 是什么呢 是变成说 以它的释帝的特征 作为主角了 这个是属于释帝的 它有排除别的 别的法 它有在排除别的 这样子时候呢 唯一的差别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作为 我们刚刚以上的这个 回答等于是什么 前面的那个一句又一半 是等于说什么呢 它等于是 诠释四地的 有法的声音 对不对 前面的一句又一半 所缘无常等 第所依 是什么 是诠释四地的 有法的声音 后面的那些的 什么 我们说有六句 六记 又三句的这样子 这个范围呢 或者六 应该说六记 又两句又一半 这个范围是什么呢 都是以 四地 对 以四地来讲的是 诠释法的声音嘛 它是诠释 四地的特征 为主角的声音 以这个四地的特征 作为主角 它属于谁呢 它属于是 四地的这个来讲 所以我们是不是讲说 当我们知道说 如果它是 诠释 以四地来讲 诠释四地的 有法 诠释四地的 法的声音来讲 我不用说 第所依 第所依 我知道说它是 依着四地 而诠释它的特征 为主角的声音 我就知道 它在诠释的是 四地的 不用再一一提起来 就像我说什么 我已经知道说 声音的无常 我如果知道说 它是 以声音来关带 在诠释它的特征 的这个声音来讲的话 我是不是不提说 每次说 它属于声音的 它属于声音的 我都不用听 我这样子就知道说 它是 也有在诠释声音的了 所以 它就在这样说什么 它说 因此 关带于 一所一是 是不是 这个一 就是一个点 这个一是什么 我同样一个点 作为我的意思 就是 以这边来讲 四地也好 以声音来讲也好 这个一所一是 说法的声音 跟说有法的声音的体性 是可以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出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比义在差别 是与差别法 二者中 主要以 相差别法 作为 所理解的 所闻品 是 则 关带比义 即为说法之声音 什么的话呢 就说什么 这个的意思在于说什么 是在于 是什么 是主体的 跟什么 差别法是特征 在主体跟特征的 二者当中 主要是什么呢 以说出以上的 这些的 刚刚的那种 差别为主的 这个声音 这个能全身 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想说什么 就是 诠释法的声音 对不对 他说 如果比义 在差别是 就是什么 就是主体 跟差别法是特征 二者当中 主要是说什么 主要是说以主体为 主要所要了解的 这个声音 我们就说什么呢 这就是在 什么 这就是 诠释 主体 或者诠释 有法的声音的差别 他说什么呢 就像说什么 他说例如 像说是 所谓的 模子 装处体 这声音的 观带笔模子 装处 既为说法之声 以及 观带笔体 既为说 有法之声 以诗量论说 笔种 作为之 为平之色等 既是说 既是 所说 亦去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 这个 应该说什么 他应该说 就是我们说 这个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模子 不是有这样模的 他说属于的体 模子的体 应该是在讲的 模子的体 模子的体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是说 以谁 以 以模子的体 作为 我这边主要的主角 模子的体 模子的体的时候呢 我这边来讲的话 实际上 它是同体性的东西 它是一体的东西 模子的体 可是它好像 两个别别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这边的主角 是放在于体上面 它属于谁 是模子的嘛 这个时候呢 我用说 模子是体 来讲 一样是 我要讲的是 一样一件事情 可是只是把主角 跟它的特征 放在不同的 一样的观点 就像什么呢 在《诗量论》也讲说 比以总作为之 在这种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的 所属 这个的的时候呢 这个主体 或者这个主角 放在谁呢 是放在 后面的特征上面了嘛 就像什么呢 我们说 瓶子的色 我们讲瓶子的色的时候呢 是不是主角 放在于谁 是在于色这边嘛 或者我不要用色 我们说瓶子的形状 瓶子的形状的时候呢 我们的 这边所主要的 放在的 重点 是不是放在于 形状上面了 这个形状是属于谁呢 是属于瓶子的嘛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说 瓶子 瓶子是形状 跟瓶子的形状 虽然是在诠释 一几者都是 以瓶子作为 我所依靠的这个事 可是一个是 瓶子作为主角 说它是形状 跟我用形状作为主角 而说它属于瓶子的时候呢 这两个就完全的 所要听到的 或者所要了解的 都不太 哪边作为主角不太一样 可是实际上来讲 那全是一件的事情了 所以这只是这样说 既是所说的一曲 就是以上所说的 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今天 我为什么说大家 后面我们会提到的 就是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大家要知道说 加行到所要圆的 相貌来讲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它用的是什么 一方面是什么 一方面如果每一个地方 都说第所一 第所一 这边是什么 要写成寄送 就不容易了 实际上来讲 它如果每个地方 都要翻成这样子的话 就每个都是一句又一半 那个很难配出一个寄送 所以它怎么呢 和第二个是说什么 前面有结合 后面就不用说了吗 前面有累积的 后面就不用再次 这只是浪费 多说了 像我们说什么 很多佛经也是这样子吗 我们再来看到 是不是心经也是如此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利子 色不异空空不异 色迹色空迹色 色想一复如是 无色无受想前事 无言而鼻之声音 是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吗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的话 后面就不用再说了 就是无言而鼻舌声音 这样直接连接下去 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一直一直提了 这边也是嘛 所缘 无常等 第所一 在前面的第一个 在暖的下品提到的时候 以此推列 说什么 后面的暖的中品 一直到什么呢 到四第一的下品 也都是一样 都是依靠着四第一的 那没有差别 所以在第一个寄送提到 后面也如此 第二个点 也说什么呢 也不用再提 因为什么会使这个翻译的 或者使这个文笔不顺畅 第三点是什么呢 是它诠释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一个是以 四弟作为主角 它的十六形象作为特征 后面的寄送是什么 是以十六形象作为主角 四弟作为特征 而在诠释来讲 可是实际上 这些双音东西是什么 都是依着四弟而引发出来的 实际上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什么 它是以哪边作为主角 哪边作为特征的 这个差别而已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 解释这个阶段 也是把刚刚以上的问题的时候 是我们说后面会解释 也是这个应该就变得很清楚的说 为什么说前后的不太一样的 就在这边呢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大家请回向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